强行打开一看 惊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2077赛博热物吗 第二次三个彩蛋虚幻竞技场2004 这几款曾经被选为WCG总决赛 第一人生射击游戏的决赛项目 之前看老梦直播的时候 偶尔他也会玩一玩 还是非常经典的 今天我们说的彩蛋就在老地图垃圾场 那我们来到地图中间 岩浆滚落的地方 想找新歌厅 YouTube Music就是你的音乐向导 的地方往旁边走来到圆盘这里 他都往上面看 是不是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奇怪的东西 如果我们开启鬼魂和飞行模式 飞过去绕到后面 就可以看到竟然是 还记得星级的漫游戏一开始的实验室场景吗 我们扮演凯瑞根和老 还记得 就可以看到竟然是 还记得星级的漫游戏一开始的实验室场景吗 我们扮演凯瑞根和老情人雷诺执行任务 如果我们在这里等的时间足够久 就可以触发一段隐藏语音 这里其实是凯瑞根有心灵感应的能力 他可能感受到了内诺脑子里那些呜呜的心 而且这一段我和星级争霸一里 他们俩第一次进入的聊天内容 互相昏映 真的是妙啊 行 瑞奴上尉 我已经完成对这片区域的侦查了 还有你这色鬼 什么 我还什么都没说呢 是啊 但你心里在想 哦 对了 你有心灵感应 好了 咱们干正事吧 好吗 可以 第二次我踩到我们来讲一款独立游戏 性感僵尸 这是一款风格非常特别的敌人称射击游戏 主角需要通过喝啤酒来避免变成僵尸 游戏里有许多对电影的致敬彩蛋 而就在游戏一开始酒吧走出来这里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幕 主角靠近的话就可以互动 然后听到这样的吐槽 原来是僵尸 原来是 射击游戏 听到这样的吐槽 我们来到河边丛林的第二关 我们需要击退一大波敌人 才能抵达桥这里 就是往后面的大树和石头那边走过去 就会看到这样的场景 荒木虫摇摇晃晃 里面似乎有两个蓝精灵 正在无比快乐的灾果石 如果能靠近互动 就会看到这样的场景 别说压的体力还真好 刚看完 哦不不 刚摘完果石 还能跑这么快 发布1996年的毁灭公爵3D 是一款非常幽默的 一名人称设计游戏 在游戏里我们可以和许多环境互动 而且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幽默元素 和隐藏秘密 这些都是当时同类游戏所缺乏的 就在游戏第一关 我们可以找到一个 有点乌乌的不合适的隐藏房间彩蛋 就在第一关最后通关这里 我们往旁边跳下去 沿着小路一直走来到树这里 跳上树 再跳到对面的窗户 就可以来到这家 在乌乌电影院的乌乌VIP包厢了 小时候玩这个游戏 感觉到处都是隐藏房间 不得不佩服那时候游戏开发人员的脑洞 第二十八个才能我们来讲讲恐怖游戏 白色情人节恐出学校 这是一款发布于2015年的韩国恐怖生存游戏 在各个平台 就要可以玩到 讲的是我们扮演主角 在白色情人节这一天 潜入学校 为了给他暗恋的妹子 一个惊喜的故事 我觉得游戏一开始 我们遇到大姐头 她喊我们去帮忙 就算是拒绝她 也要去帮忙 谁知道下一秒 压得居然带我们来到女厕所 接着大姐头又喊我们干活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在她面前蹲下 就可以吓她一下 同时触发台词 而如果我们一不小心碰到她的大腿 就可以听到这样的台词 如此反复 一直不小心的碰到 而最后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还记得和月如第一次来到长安城了 走着走着逛着 就会来到一个青龙的面前 按下我们键盘硬化 一不小心就走进去了 这时候月如就会红着脸说 如果不方便进选你自己去吧 这里面可是热闹非凡 还记得角落的这位坦克 这位胖技能 如果我们找老宝对话 花上两千大洋 就可以找本院最出色的新人 小雪 老宝带我们去找小雪 还说她什么 琴棋书画 花鸟刺朽 诗词歌斧 样样 精通 谁知道一会儿 小雪就会念出这样的诗句 还说是她自己做的 那小瘦的你们有没有变得到呀 好了最终到今天最后一个彩蛋了 我们来讲讲深海迷航 没想到吧 这款游戏里也有不合适的衣服蛋 深海迷航是一款第一人称的 单人开放时期生存游戏 讲的是主角太空船遭受了攻击 迫降于一个地表 大部分是海洋的星球的故事 游戏非常的漂亮 玩法也很特别 而不合适的彩地 就藏在海二号里 当我们进入海二号的时候 就可以听到语音 这是正常的 而且是唯一的语剧工程 但是在游戏的早期测试版 我知道要用我找了多少个版本 终于在这2016年 201340版本里 触发了这个彩蛋 那就是当我们进入海二号的时候 有极低的概率 触发隐藏语音 这句话可能英文的 我们感觉不太出来 其实是非常变态的 经常在片子里可以听到 而且这个彩蛋藏得非常深 不过很可惜 这个彩蛋最后还是被移除了 这就是深海迷航里 被移除的乌乌蛋 好了以上就是这期彩蛋所有的内容了 不知道大家喜欢这个新的彩蛋系列吗 如果喜欢请务必告诉Yahoo OK这里是用的新作彩蛋是美男君 喜欢这期视频 可以点赞收藏 加坡关注和订阅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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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hello各位小明星的小朋友 欢迎回来看这个游戏才能 平凡丢家的蓝丝 电头 佛弦也是不合适的 不完蛋 上去的事物发布之后 收到的不少投稿 新闻一下 最后就说马上开始今天的 打飞机这笔 彩蛋之旅 第十一个彩蛋 耻辱 这是B色发行于2012年的 一款潜入和动作冒险游戏 游戏本身的数字还是非常不错的 喜欢潜行列的小伙伴们 不要错过 感觉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遍地席地而坐的鸡鱼了 帮我 今天要讲的不合适的彩蛋 来自我们的哲学家皮耶罗 某一天我们在酒馆里 就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 走过去自动触发剧情 I know it looks I was inventing a new kind of lock 那他究竟是在看什么 我们凑回去索眼 就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 这一点都不像我们的风格 我们立马闯进去 他在说刚刚皮耶罗 我再偷窥你 说完我们自觉退出 什么 怎么可能 没看到刚刚有个汤 我们不用吗 如果我们这个时候跳进浴缸 我们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同时游戏直接结束 好 厕所和浴室 都是藍丁 奇奇怪的惨状 虽然 虎建旗坛也不另外 还记得江戌城的贵妃相遇 我就不信只要押住我一個人試骨 而我們能進入這裡的女藏堂 很可惜正常情況下是進不去的 我們只能去隔壁的南藏堂 裡面這三個長得一模一樣的男人 我就不出財了 如果我們要修改器 直接傳送到女兵藏堂 最後要發現裡面是真的有劍魔 真的有妹子 不過大家可能要對這個烏旦大師所望了 因為妹子們不像南兵藏堂裡 只身裸體 反而都穿好了衣服 第十三個彩蛋 原罪 還記得聽歌變曲系列講過 原罪裡致敬終結者2的彩蛋嗎 這遊戲裡彩蛋還是蠻多的 今天我們就來講遊戲裡 別墅這個任務裡的烏烏蛋 這彩蛋的觸發就有繁瑣 首先我們先拿到地方的鑰匙 非常的隱蔽就在搶一張握手 接著來到書發明 找到書互動就可以開彩 接著我看他找到這套書就給打牌著個監控小屋 這是我們要夾一張握手 接下來在充電器內 會再打再移動 這套書就會被打開出同時 我們在這裏爬上石頭 照著太陽的方向看一眼 就會變成一個地圖外面的塔門 我們換成關塔魔術直接飛過去 來到塔門的中間 仔細看這個秘密 就可以看到上面是有這樣一行字 你是個愛管形式的小混蛋嗎 有個小混蛋 這邊有一條神秘的連接 如果我們好奇輸入了這個連接 並且跳轉反問 就會看到非常耳眼睛的圖片 又是五個塞蛋 剛剛發布的屬命召喚時期 忍散這個連接並且 下面有一條神 來到塔樓的中間 塔樓去 就可以看到上面寫有這樣一行字 你是個 還有個笑臉 這邊有一條神秘 非常 並且跳轉反問 就會看到非常 辣眼睛的圖片 又是五個塞蛋 我們就講講剛剛發布的 許命召喚時期 忍散 在窮途末路這個任務裡 我們就殺驚移動建築 一定要來戰和帕克 再打氣 所以我們來到這個建築場 因為這個神秘不進 反而是在門口這個房間 往右偏開 對頭上的情緒 往右偏開 對頭上的情緒 射它 花就會掉下來露出隱藏盒子 裡面又是一把救贖者左輪手槍 以及一張不怎麼合適的巴西美女照片 不知道有多少小夥伴玩到這裡 有 看來是放了很久了吧 第17個彩蛋 都已經長毛了 現在靠近這個交通指示燈 就可以看到裡面竟然有這樣的塗鴉 這個白色的鼠標都已經長毛了 看來是放了很久了吧 第17個彩蛋 我們來講講一個粉絲投稿的彩蛋 那就是爽快無比的第一人稱動作遊戲 第1次戰時2 這遊戲裡有非常多的彩蛋 如果大家感興趣 我們以後就開專題視頻 就在第2個任務 我們就就妹子這裡 一陣子武器把一陣子動旋長生出 身後是巨型的書架 想要對著各種各樣的書籍 而中間就是什麼 金色武器 極端的造型 金色的畫面 金色的神 正解雲分群的辦法 所以我們也有很多人 像一個名字 在那邊 那麽也有很多人 在那麽依然 上過程我們進去的那個 那麽依然 沒有很多人 如果我們進去的 那麽依然 也有很多人 可以當中的 我們來當中的 關於一個部份 真是一個弱點 我們也可以不堅任 我心肝講 這麽依然 交談 不過沒有什麼特別的 直到我們看到了 這封信 最美妙的晚上一起做的是移动身体 下次还要带鲑鱼 如果我们这个时候溜进他身后的房间 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幕 首先这里放着一座爱神迪贝拉的祭坛 桌子上还有可能是特殊作用的皮带 以及可能是润滑作用的蜂蜜 而当你直接放在这里 开始就会推出一副鼠链 可以用来靠住别人 做这些硬做的事情 窗户柜则放着设计满满的天气层禁书两卷 角落柜则上则有好几瓶铁力强化药卷 看样子搞上好几个小时是没什么问题的 最重要的是当我们开启穿墙模式 就可以看到床底赫然放了一个巨型的海象牙蜜 想想不出的可怕的玩具 小爱的分断是河洛公路式 一个令人发挥的绝杀 好几个小爱的绝静 今天用来说说游戏一开始有做整个小皇族 主要人是宠宇 三位老师 接着自宠宇 小爱的绝杀 好几个小黄叔 可以看到方向几个小黄叔 可以看到方向几个小黄叔 这边有些人是宠宇 然后接着自宠宇 这边有些人是宠宇 小黄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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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位元素 是由丹尼的宠宇 此为真理的地位 这方面 真理的宠宇 如果我继续亲爱的绝静 也很好 亲爱的绝静 最后一边 最后一边 小黄叔 动画开始没多久 大家先别看小黄叔 幻念的绝静 就请大家记得 我们来说说享受 宏极一时的阶级游戏 圣凯传说